吃東西講究它的色香味 但是我們每門跟外面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所謂的化跟癢 這個化就是笑話的化化解的化 還有一個是癢是癢生的癢 叔叔溫光臣師兄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對我們光臣師兄是師父培養出來 大叔之外也來美門20多年了 我們來問問看當初我們光臣師兄 是怎麼會來美門上課呢 當初就是跟同事喝下午茶的時候 那你也知道男生都有一個武俠夢 然後在那個當下我們三個 四個人有三個人當然就去報名 對所以說從此接下來不解之緣 所以那時候就知道師父是大師 然後就來美門報名了 對因為我們同事他久聞 李豐山大師的名氣 所以當下我們就過去報名 那來上課之後 有沒有跟你的武俠夢有什麼不一樣呢 當初來的時候 覺得他應該是蓋世武功 可以打通任督二脈 來了第一堂課是練平甩功 然後突然間就好像是洩氣的皮球 覺得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所以那天我們三個人來上課 結果下課的時候呢 我旁邊那兩個同事 他們就抽個煙就覺得 怎麼跟我們的夢想怎麼露差那麼大呢 所以當初想說是在學爵士武功的間 沒想到第一招叫平甩功 那失望過後是什麼 又讓你留在裡面繼續學習呢 有什麼改觀呢 第二堂課的時候教練跟我們說 我們要練百日功 那什麼是百日功呢 就是每天30分鐘 連續100天 就是古人講的百日足跡 那當我在練那個百日功 第一天練的時候 身體就跟這個氣功 有產生很大的共振 就很多的反應 當下讓我正進不已 就是說原來蓋世武功 萬丈高樓平地起 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 展開我的人生的身體的一個對話 既然師父培養你當主廚啊 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其實今天的主題 我們就是想說 最近防疫期間 我們要怎麼吃 會比較養生 能夠保養健康呢 那其實防疫很簡單 就是要吃素 是 因為師父說吃素是天機 天機就是老天爺給我們一個機會 所以叫天機 那似乎說我們人類的殺業太重 太多殺害跟破壞 太多殺害 對 所以說 造成環境的反撲 對 所以說 對您講得非常好 對 所以說現在變成說 我們所有什麼有疫情啊 或什麼天災啊 什麼人禍啊 這其實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吃素系是第一個關鍵 對 或許 也在老T也在給一個暗示嘛 大家也知道這次的新冠肺炎 大家也都說 怎麼病毒好像是從哪些吃野味來的 所以有些時候吃的東西是真的要特別注意的 那除了素食之外 那還要掌握什麼概念呢 欸 吃素齁 那大家一定很關心說怎麼吃 那其實吃素我們妹妹很強調 就是所謂的 要按照五行的方式 木火土精水 對照我們人體的五臟就是 甘心脾肺腎 對 我們可以上個圖表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在介紹這個 木火土精水五行五色 對應你的甘心脾肺腎 所以師傅的食養觀念是 承襲這些老祖宗的概念喔 好 那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冬天 冬天其實是就是 最重要是針對我們的腎臟 那腎臟其實就是我們要吃黑色的食物 那除了黑色的食物之外呢 我們都可以稍微吃鹹一點 因為這個時候是 就是腎臟它在轉換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呢 稍微鹹一點點是對腎臟有幫助的 那我們往前推 秋天呢我們就是照顧我們的肺脹 那肺脹就是要吃白色的食物 那白色的食物呢 吃白色的食物我們還要吃點的辣 因為這個辣它對肺脹 它有通氣的功能 那秋天完了之後我們就講到我們的夏天 夏天呢我們要照顧我們的心臟 那心臟呢就是所謂的我們的那個 我們就要吃紅色的紅色的食物 那除了紅色的食物呢 我們還有就是說 稍微吃點苦的東西 比如說苦的東西有很多 蓮子啊苦瓜這些都是 都可以 降火氣嗎 對 夏天最特的就是怕火氣上身心很煩躁 所以可以吃點苦瓜嗎 就是苦瓜啊蓮子啊 那春天 春天 那春天就是我們要吃一點 就是綠色的食物 因為我們要照顧我們的肝脹 那肝脹除了綠色之外呢 還要吃一點酸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李峰山事物一直在提醒我們 像這些老祖宗的智慧 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在 你看春天到萬物滋養的時候 綠色的東西最多就多吃點綠色的 那夏天的時候就有這些什麼西瓜或紅色的東西 也可以幫助你退火 哇 所以這邊我們 主廚跟我們分享的就是五行五色五味的概念 去對照你的肝心皮肺腎 除了這個五行的原則之外 你來梅門這邊師傅還有教你哪些秘訣 這個秘訣很多 一時之間也說不完 除了剛剛李峰山師傅教導我們這個五行五色的觀念之外呢 那還有就是我們很調調我們的刀工跟火候 對 刀工要注意什麼 對 比如說像我們的 講我們的清工涼麵就好了 我們清工涼麵 所有的食材都是切成細絲 比如說那個紅蘿蔔切細絲 豆干切細絲 小黃瓜切細絲 那為什麼要切細絲呢 因為它切細絲第一 它容易入味 第二 第二 就是我們從小孩子到老人家它都可以 都可以咀嚼 它咀嚼不會有些困難 而且就是說我們在烹調的時候它比較容易軟透 透的話就是可以比較容易咀嚼 所以這個我們為什麼強調這個刀工是這個目的 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火候 火候我們就講到我們的我們看到這個番茄就是番茄豆腐 對 就是說或者是我們有酥帥湯 我們強調那個熬煮的熬煮的這個火候 就是說我們食物透過時間的一個醞釀 讓食材在裡面 醞化再醞化 轉換再轉換 所以那個食材它就會釋放出它的能量 那其實我們吃東西其實是吃它的能量 而不是吃它的固態衣物 除了刀工跟火候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就是說 吃東西講究它的什麼 色香味 對 但是我們每門跟外面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就是所謂的 化跟養 這個化就是笑化的化化解的化 那還有一個是養 是養生的養 所謂的化 當我們人體不舒服的食肉 其實對東西吸收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 藥補不如食補 食補不如公補 比如說我們出的湯熬煮五個小時 它就是把食物的能量完全把它 清滑熬煮出來 對 對啊 所以像剛剛主廚剛剛講的番茄豆腐湯啊 其實現在醫學也可以著剩喔 師父講說 為什麼番茄豆腐湯要先切 切完之後再炒 炒完之後再熬到三個四小時 為什麼 因為番茄裡面最營養的切紅素啊 它是油溶性的 你沒有你只是生吃 還吃不到它的營養 反而你要炒過之後再煮湯 它的營養成分會完全被吸收 可以被烹煮出來之外 像剛剛溫煮廚講的 因為它又很軟啊 你只要輕鬆的咬 到你的腸胃其實都已經化掉了 你身體是可以直接吸收到那個能量的 是 哇 那我記得常常碰到客人就是 常常反映說 那個你們食物為什麼煮那麼透 那其實就是說 最主要是要照顧我們的 照顧我們的腸胃 就是說 通常我們吃東西很容易想要睡覺 吃完飯想要睡覺 是因為 這個東西它的烹調 它第一 它也沒有透 沒有透的話 我們人自己不容易吸收 那因為不容易吸收的話 你都吃完飯之後 你的腸胃要 要非常的努力的工作 去消耗那些食物 所以 你真的會想要睡覺 沒錯 我記得師傅還跟我們講 其實現在醫學報告也指出 如果這個東西你吃進去到體內 一個小時裡面 你化不掉 對你身體來說 都是負擔 所謂的以前古人還講說 千滾豆萬滾肉 就是說我們食物器 要經過長時間烹調 它才可以把它 煮到一個通透 而且通透之後 它可以把整個食物的能量 把它萃取出來 我們很多的 適中適解 比如說 所謂的感冒了 或是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身體其實是 比較虛弱 它的化解能力比較 沒那麼夠的時候 其實來一碗我們美美的 蔬菜湯 或者是番茄湯 對它其實 對你的身體的 能量已經夠了 或營養已經夠了 所以你不需要吃太多的東西 對 所以這個真的很重要 過去我們的營養 只會注重在跟你講 我這個食材有什麼養分啊 維他命C啊 切紅素啊 等等啊 維他命B啊 但是它沒有跟你講 你人體究竟吸收的進去多少 所以 像剛剛講的 色香味化氧 我們剛好有一個圖卡 也可以給觀眾看一下 像剛才的色啊 剛剛是講五行五色 是 那香味跟味道 還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 還有剛剛講的刀工火候 還有什麼要留意的嗎 就是說 我們食物要不透不死 不爛不死 那它的所有的食物 不正不死 無降不死 是 所以我們其實是都在一個 具有涵養的一個修行的觀念 去碰到這些食物 而且包含 我們在做菜的時候 其實是要一個恭敬心 整個身體的氛圍 要處於一種負面能量的時候 你失望出來的東西 它就是對人不好的 所以為了我們做菜以前 我們要先練功 把身體所有的不好的東西 把它甩掉 把所有的身體著體 把它甩掉 再去炒這個菜 而且這個菜它是被祝福的 就像媽媽 為什麼有媽媽的味道 我希望小孩子 有溫暖 對我希望我的小孩子 吃得健康 然後吃得健康 吃得快樂 然後快快長大 所以這就是媽媽的味道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來跟師傅 練功 不只是練這個外在的功 甚至要練到心性 所以你的起心動念 去做一件事情很重要 包括你做事情的 當下的情緒穩不穩 我記得以前 我問主廚他做一道湯 然後師傅說 怎麼這個湯有火氣 結果一問之下 原來剛剛在跟別人吵架 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也很巧妙 當你透過功法練習 你的身體的感覺 會越變越敏銳 有些時候這個東西 還真的得都得留意 對 剛剛講到我們番茄豆腐湯 我覺得也可以請 光師兄來介紹一下 番茄豆腐湯 它的特色在什麼 我記得這次師傅教我們 第一碗湯 對 這是師傅教我們第一碗湯 那一般我們這個番茄 因為它很容易買得到 在市場上很容易看得到 番茄我們選擇 光是在我們市場上選擇上面 你看這個 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番茄 這是黑式番茄 它不是牛番茄 黑式番茄 因為它的整個營養的價值 它是比牛番茄還要高的 而且當初買的時候它是綠色的 我們要等它熟成變成紅色 我們才可以炒 所以我們現在要買來放在那邊 等它變成紅色 我們才去炒這個番茄 而且一般的番茄它沒有炒過 它直接 它就直接去煮 所以你很難吃得它 它本身的成紅色或其他營養能量 番茄它需要透過油溫去炒的時候 它那個整個成紅色 它可以被萃取出來 所以它的整個程序 它是很嚴謹的 那包含我們豆腐 我們是嚴選我們所謂的非基改豆腐 因為似乎說 基改東西它會破壞人體的免疫力 所以我們在市場上是 價格非常大的貢污 那包含我們炒完之後 要花兩三個小時去熬煮 所以就是說 一碗包含它 它真的是取之不易得之不易 師傅的養生觀念 我覺得跟平甩工的道理會很像 看似都非常簡單 你食材番茄豆腐哪裡都買得到 但是你要花在背後的時間 火候跟它的刀工跟你平常的訓練 會完成把它的營養提升到另外一個層次 就跟我們平甩鍛鍊一樣 你練久了 你的身體也會提升 把你的體質 體驗到另外一個不同的程式 而且我記得師傅 那時候連找醬油都很花時間 對 醬油還說什麼 要找到純釀造的 而且非精英感的黃豆 就像我們剛剛主廚說的 色香味化氧之外 其實師傅教我們是最原味 最原始的味道 而且要正味 所以那個東西 一定要夠天然 夠乾淨 而且是原始的一個純粹的味道 對 那其實也可以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邊 不是有一個花椰菜嗎 這個綠花椰菜 其實這個花椰菜 其實大家很容易 很容易取 也是一個容易取的食材 那在這花椰菜 其實你買的是這麼大顆 那其實各位可以把它切小朵一點 大概3公分 或是5公分 的一個大小 然後切完之後呢 其實跟各位分享一個秘訣 如果讓它的酵素不流失 是 這花椰菜你把它切完 切完大概3公分 至5公分的大小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一碗水 把它煮補了之後呢 把花椰菜放進去 然後加點橄欖油 加點薑絲 再撒點鹽巴 蓋蓋子去燜它 大概只要大概8分鐘的時間 當然就是說 8分鐘如果還沒有透的時候呢 你可以再延長一點時間 因為它跟你的食材有一點關係 但是 以8分鐘為限它差異不大 那當然打開蓋子就是它已經軟透熟 所以那個入口即化 對 那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密集 所以我們那個在滾的時候 那8分鐘是大火 小火 中火還是什麼火 這個小小火 就是它只要冒煙就可以了 對 所以大家回去都可以實驗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色香味化氧 跟刀工跟火候 你在家也可以做出一道美味 而且又兼具它的營養成分 講到實踐堂 我特別介紹一下 我們實踐堂是李鳳山師傅所創造出來的一個品牌 它把實踐的食呢 實實在在的食 改成飲食的食 就是希望我們用實在精神去落實在飲食上面 叫職地旅行 職掌正食 那它在Bella Fita地下二樓 在台北市信義區 我們的市政府捷運站 3號出口 那也要介紹一下我們另外一家餐廳叫 梅門防空洞 它在梅門的西門町中山堂對面 它是原本城中大樓地下一樓 防空洞 師傅為什麼要取名防空洞 就是要防止人性的空洞 去梅門防空洞 你還可以看到師傅一直想推廣的 除了功法養生之外 還有藝文活動 所以那邊有個動舞台 每個禮拜五禮拜六晚上七點半到八點半都有表演 講到這個 我們也請大家敬請收看 我們明年之後 我們開始一系列的任養之道 我們會邀請我們師傅訓練出來 這幾位大廚呢 現身說法來做菜給大家看 記得要點閱我們官方頻道 要適時的按讚 開啟你的小鈴鐺 我們就會提醒你 我們有什麼新的節目跟動態 那我們也謝謝今天光誠師兄的麗玲 來跟大家分享師羊 如果你還想看更多 記得明年我們會開創出一個新的任養之道的系列 請大家準時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